好啦,我們來做一下題目 第一題,有兩個1.5伏特的電池串連接燈泡 有三庫人流到燈泡的時候,請問你他有給他多少能量? 公式叫1等於QV嘛 好,1等於QV 然後呢,Q就是三庫人 他說啦,三庫人,這個我不用算,就是三庫人 然後還有一個電壓,電壓是兩個1.5伏特串連 兩個1.5伏特串連壓多少呢? 要加起來嘛,所以1.5加,1.5就變成3 那就有啦,Q有啦,V有啦,就帶進去就好啦 1.1Q就知道了9加2 只要9加2就解決了,就小事一樁 因為這題呢,你不需要特別去求那個Q 不需要特別去求那個Q,就OK了 好,那請問你1.5伏特電壓 然後電流是1安培,通電2分鐘 請問你多少能量? 好,你可以帶公式,有1等於QV 有什麼V平方除以R乘以T 有什麼I平方乘以R乘以都可以 看你覺得帶什麼好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我們那個時間用什麼做單位? 秒鐘,這裡給什麼? 分鐘,你要記得要把分鐘換成秒鐘 那至於用什麼公式就看你了 要用什麼公式看你了 你覺得怎麼樣比較OK,比較可以 你去帶什麼公式做 OK 來 帥哥,美女 這位叫做誰啊? 9號 選民 9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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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你說100 außer 你做 180是你說的 他也說180 答案 因為題目有電流 有時間 有電壓 所以有帶什麼公式 ITV 然後呢 電流就是1安培 電壓是1.5伏特 那時間要注意要換成什麼 秒鐘嘛 2分鐘就是2乘以60秒 120秒 剩下就是小學生的數學嘛 往裡面帶嘛 沉一沉就出來了 答案叫做180焦了 所以答案就180嘛 帶的公式叫做1等於ITV嘛 我們有寫了4個公式嘛 4個公式 就看題目的條件 有一個公式沒有電壓 有一個公式沒有電流 有一個公式沒有電阻 然後還有一個叫1等於QV 就往裡面帶就對了 看他題目給了你就會 找到一個4個往裡面帶 這就是練習時期 OK 好下一題 他說有個標示1.5伏特的乾電池 跨界在0.5歐姆上 裝置如幼圖所示 問他每秒鐘提供多少焦額 未來一秒鐘提供的能量 就叫做電功率 未來你會用電功率的公式做計算 但目前我就把當作是電能來算 電能來電能來算 好 這題目有電壓 這題目有電阻 這題目有時間 所以我可以用1等於V平方除以R乘以T來算 這樣做就可以了 但是我故意改一下 我要用ITV來算 做這件事的目的 是要你重新去複習 我們以前教你怎麼算電壓 怎麼算電流 怎麼算電阻 複習那個V等於IR的公式 所以我故意改一下來做它 好 根據V等IR 我的燈泡的電流 電壓是1.5伏特 電阻呢是0.5歐姆 可以算出來呢 我的電流應該叫做3A 好然後就帶進去ITV ITV應該就都一樣嘛 因為串聯 所以大家都一樣 電池啊燈泡電流都一樣 所以都一樣做就可以了 然後帶ITV 好電流 時間1秒鐘 電壓1.5伏特 算出來是4.5交額 所以答案4.5 OK 只有是 立體12 下面換各位 請問你 還有多少 還有多少 有幾交額 幾萬 八千 九百 三十二 哇 三千六 三千六 好強喔 太強了 OK 太強了 這裡就是有電壓有電阻有時間 所以我們就直接帶V 民方除以R 乘以P就可以了 然後呢 總電壓是分電壓和它串聯嘛 兩個1.5串聯 所以要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變成三伏特 那我們就有啦 電壓叫三伏特 電阻叫1.5歐姆 時間要記得換成秒鐘 10分鐘乘60 換成秒 然後呢 這些數字帶到公式裡去 就把它帶進去 叭叭叭叭叭叭 帶完 然後就是小學的數學了 慢慢做 認真做 努力做 答案就會變成 三千六 所以答案就是三千六百交二 所以練習十八就是三千六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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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